那么能够启动一个曼谷客户端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中间尝试做一些东西 我们会发现呢 这个里面的有的 实际是我们输入python之后 对应的那个终端其实很像 我们能够在里面做一些简单操作 比如简单的三件的操作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们借为一个交互式的 这样一个终端 那么这个终端里面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学习曼谷DB的一些基础秘密 首先是关于数据库的一些秘密 那数据库的一些秘密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想要查看一下 当前我们进来之后 我们自己的曼谷DB里面呢 有什么数据库呢 怎么看呢 我们搜DBS就可以了 搜DBS搜DataBase就可以了 搜DataBase 这个命令呢 其实是和我们 MySQL是不是很像呀 MySQL好像也是这个命令 那我们知道当前呢 有这么多数据库之后呢 我们可能要用其他网易数据库 就需要use了 那么MySQL里面也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use这个豆瓣 这样的数据库 那么它提出我们switch的to豆瓣 对吧 switch的toDB豆瓣 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们切换到豆瓣的数据库了 那很多时候呢 可能我们忘了 可能有一天我们忘了 我们到底在哪个数据库呢 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查看一下 当前所在的数据库 就输入DB就可以了 它告诉我们 我们当前在DB 在豆瓣的数据库里面 那可能呢 还有关于database 这样一个 关于税库这样一个命令的是什么呢 就是删除 对吧 那删除的话呢 我们直接db的dropdatabase就好了 那比如说我们use一个 testtest10 那么dbtest10 叫dropdatabase dropdatabase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空中复权的 对吧 那么直接按tab键 就能复权 那它提示我们ok是1 对吧 drop的 对于test10 那么再来收一下dbs 我们可以发现 里面test10 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那同样的我们删除 任何一个数据库 都可以这样的做 那这个时候 大家看到 我们的命令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命令是不是 这个样子 那这个db代表是什么呢 db代表是什么样 db代表是什么样 代表是test10 知道吗 因为我们刚刚use的test10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db 我们前面知道 表示当前数据库 所以当我们usetest10之后呢 db呢 就是当前test10的数据库 test10的数据库 dropdatabase 你就是把test10 自己给删掉 明白吗 那么后边呢 我们命令呢 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db这什么什么 这什么什么 这什么什么 这个样子 那大家也需要知道的是 db呢 指的是当前 我们正在使用的 这样一个数据库 我们调用它的 中央代表达 被删除了 就可以把它自己给删掉了 那么刚刚所讲的呢 全部是关于数据库的一些命令 那在这里面 大家可能发现 为什么没有一个创建 数据库的命令呢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过 数据库呢 不需要我们创建 对吧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use 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 那比如说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没有 比如说test1 这样一个数据库的对不对 我们可以use它 发现怎么样 我们直接use 它就交出我们 swast2db test1 发现明明没有这样的数据库 我们依然是可以use的 发现了吗 没有也会没有关系 因为这种非关系数据库的换来是呢 当我们网行中查一条数据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的创建 这样一个数据库 明白吗 那当然只是由于现在并没有网底插数据 所以说 我们再次收connection 收dbs的时候呢 这样一个test1 它还是没有的 test1还是没有的 只有我们真正往test1 插数据之后呢 test1才会存在 这是关于数据库这一块 那么说完数据库里面呢 我们就要对比的mysup里面 数据库里面就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表吧 那么在mgdb里面 其实是没有表这个概念的 没有表这个概念 那我们把数据存在哪呢 我们把数据存放在一个叫做 集合的这样的东西里面加 我们都是把一个一个的字典 我们把这些字典叫做一个一个文档 存到一个一个的集合里面 集合就相当于是mysup的表了 那么集合呢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 也不需要我们手动创建 因为呢 我们往这个集合里面插数的时候呢 这个集合就自动被创建了 那么如果说有一天 现在我们需要去使用创建 怎么创建的 我们就可以使用db的create connection collection什么意思呀 集合的意思 对不对 collection就是集合的意思 那create呢就是创建 那名字呢就是意思就是创建集合 我们可以在中间传入一个集合的名字 就可以创建一个这样的集合了 那还有可以干什么呢 还可以添加一些参数 比如后面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表示的是通过cap等于tru size等于10 表示了去给大家设置一个向线 就是这个集合的数据是有上限的 最大的10个字节 size代表是字节 单位是字节 如果说超过10个字节会怎么样呢 超过的话呢 那么后面的我们那些数据 都会把前的数据给覆盖掉 它相当于是个对面 大家可以理解为 一个什么样的对面呢 一个对面呢 它会做的事情呢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先进先出的一个对面 那么后面后面进去的数据呢 会把之前的数据呢 给它往外挤出去 这样的效果 但是这个好像很蠢 对吧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说 当这个数据库 当这个数据超过1000多岁了 我们后面数据就把前面数据更新掉 对吧 可能很多时候不会这样做 除非呢 我们这样一个数据库的大小 比如说它的硬盘大概有上限 或者说这个数据呢 我们最大 我们就想在其中保存1000兆 我们大致估计了一下 每条数据呢 可能是1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保证它是1兆就好了 对吧 或者2兆 或者1兆多兆 反正这些数据呢 都会被自动的 被后面新的数据给它覆盖掉 对不对 可能偶尔会这样做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不会这样去做的 我们只需要去创建一个集合 就给了 创建集合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不会使用去创建 因为当我们去往这个集合 它是蛮超重的什么的 它自动就有了 那么如何观察 我们当写的数据空中 有什么集合呢 比如说我们再去用试一下 对吧 那观察集合也非常简单 就是show connections 观察 collections 我们刚刚讲过 它是集合 对不对 show connections 就是复数的一个显示 那么观察一下 下面现在有两个这样的集合 一个叫TV 一个叫TV1 对不对 那偶尔呢 我们知道下面有什么集合之后呢 我们还想把这个集合 对于把它删掉 那比如怎么删呢 比如说我们用试一下 test 那我们show connections 在这下面呢 有这么多的 按机八糟的一堆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堆集合 对不对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把它删掉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T3 或者选择T250 然后呢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drop就可以删了 那么前面我们是不是讲过 这个TV是什么意思呀 当前数据库 当前数据库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test呀 所以我们要把test 我们要把test下面的T250 把它给drop掉 就把它删掉 然后呢直接给我们仿佛一个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收一下 可谈个删施 这个时候T250是不是就没有了 直接呢 T251 对不对 这个方法呢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然后呢在这里面 在我们MangoDB里面呢 它能存储什么样的数据呢 就是关于基础质这一块呢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MangoDB能够存储的数据 它的类型这一块 我们也可以呢 也需要来了解一下 那么MangoDB呢 它能存储这样一些数据 首先呢 有一个叫做Object ID呢 Object ID是什么呢 就是文档ID 这里刚刚我们给大家简单提到一下 文档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即将存储数据库里面的那样一个一个的字典 文档叫做一个文档 每个文档呢 它都是有个ID的 当然这个ID呢 可以用自己什么键 也是可以MangoDB呢 自动帮助我们生成 它是这样一个Object的ID 这样的对象 这样单独的对象 和其他对象都是不一样的 和其他什么字符串啊 Pool类型啊 都是不一样的 它是单独的对象 那关于一个对象呢 等一下我们会预解 然后等一下再说 那么之后呢 还有Stream类型 就是字符串 对不对 还有Pool类型 Pool类型 它必须是小写的 Python不一样 那么这里呢 我需要告诉大家是 我们所谓的存在 我们MangoDB的数据呢 其实我们在Python里面 我们可以存字典 对不对 那其实呢 它是可以理解为一个Json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Json 你解吗 那既然Json的话呢 其实Json里面 TroblemForce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就是小写的呀 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讲Json的时候 我们说Json和Python 有种一对论关系 对不对 那么Json的TroblemForce 这种小写的TroblemForce呢 对应到就是我们Python里面 那种大写的 第一个字母大写的TroblemForce 对吧 那么还有整形 然后幅典型 还有数组 那么我们在Json里面 把这个数组 Python里面作为列表 对吧 还有对象 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对象是什么意思呀 在Json里面 还记得吗 Python里面的字典 和Json里面什么对应呀 是不是就是对象呢 所以说在Json里面 所在对象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个 另外一个Json 或者另外一个文档 或者另外一个字典 都是可以这样文写的 就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能一个字典里面 签到的还有字典 那么签到被签到的一个字典 或者最外面的字典 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对象 还有Nunch 就是Python里面的NONE 和Json里面的NUN NUR 对应 还记得吧 就是这个NUN 还有时间抽 然后呢 还有DATA 日期这种类型 那么时间抽 这个非常好理解 就是一堆数字 对吧 那么DATA日期呢 这一块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MangoDB里面呢 创建日期的这个语句呢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呢 我们了解一下 它的格式是什么样子 我们需要给它传一个参数 就是哪一年哪一天 不是哪一年哪个月的一天 那比如说呢 我们暂时可以用一个DATA 我们说这个呢 不是说后期 我们可能会这样去用 而是我们来给它看一下 现在看一下什么样子 比如说今天是2018年的01 然后呢 15对吧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ISODATE 这样一个内型 这个内型 我们在哪见过呢 有印象吗 编码 大家见过DATATIME这个模块 对不对 也用过DATATIME这个模块 对吧 我们imput了 我们用下iPath 那么imput了一下DATATIME 然后呢 我们DATATIME.dat DATATIME. 我们有一个方法 叫做NOW 对不对 还是这个方法吗 大家看一下 当前这个方 这个DATATIME点 DATATIME点 NOW的是这样一个 DATATIME这样一个类型 对不对 这个类型里面 有这样一堆东西在里面 这个东西呢 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如果说我们在我们Mongo Python操作MongoDB的时候 在我们Python操作MongoDB的时候 如果它把这样一个类型的数据呢 存到我们的MongoDB里面去了 把这样的DATATIME 类型存到MongoDB里面去了 那么对呢 在我们MongoDB里面呢 它就会转化成这样一个格式 就是这样一个日期格式 就是这样一个日期格式 明白吗 所以说MongoDB里面的这种ISO DATA呢 其实就是对于我们Python里面 DATATIME这样的类型 明白吗 就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去网续汇固里面 插一条数据 我们可能想记录一下 这条数据的更新日期 那我们可以把它制作为我们 把它制作为我们 插入那个日期 对吧 那就是呢 如果说我们是用Python 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 生成这个数据的这样的日期呢 作为它插入日期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在Python里面 生成数据怎么生成呢 生成数据的时间怎么生成呢 就是DATATIME DATATIME有点落 就是就可以了 明白吗 这个地方 这是这样一个日期 那么刚刚呢 我们还说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不记得ID 这样一个文档ID 这样一个类型 对不对 那么每一个文档 它都有一个属性 它叫做-ID 下滑线ID 它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帮助我们保证 这个文档的唯一性 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 有些印象 等一下我马上就能语解 我们可以跟 我们可以自己去设置这个-ID 然后可以插入文档 那如果我们不设置 -ID的时候呢 我们给每一条数据 不设置-ID的时候呢 我们MangoDB呢 会自动为它生成一个-ID 然后呢 类型呢 就是OBGID这种类型 这种类型呢 它堆在中间呢 会有一串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形式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它这个字符串呢 是有一些意义的 并不是胡乱 只能一通字符串 也不是什么UUID之类的 它前四个字符串的 收尾时间说 接下来三个字呢 是机器的ID 那么接下来两个字呢 就是MangoDB的进程ID 然后呢 后面三个字呢 是一个简单的增量值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怎么才能够生成 这样一个OBGID的ID 那怎么开始生成呢 刚刚我们讲了 如果说我们没有提供了 一个-ID 那么MangoDB呢 会为每个文档 提供了独名的-ID 对吧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假设要往这个数据库 MangoDB里面 插一条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给它 指定一个概念的什么呢 MangoDB和我们自动生成一个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学习 如何往MangoDB里面 插一条数据 那比如说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当前的哪个数据库 我们当前在test 对不对 那DB点 我们新建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能找个没有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叫test1000 TES1000这个数据库 这个集合是不是目前没有了呀 目前没有TES1000 对不对 这个集合 DB呢 指的是当前的数据库 TES1000呢 指的是我们要即将用的这样一个集合 我们点Insert一下 Insert是干什么呢 就是插入数据的 那插入怎么插呢 我们放字典就好了 那比如说 这个字典每个Name 等于小王 那么A级 等于10岁 那么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提示我们 WriteResult Uninsert的E 表示插入了一个数据 对不对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 DB点test1000 那这个时候 我们插入数据呢 我们想要查一下 这个数据是什么 怎么查呢 方法也非常简单 点Find就好了 Find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就是刚刚 我们插入的 Name小王A级10呀 那么前面这个呢 就是刚刚我们的MangoDB呢 帮助我们自动生成的 这样一个-ID 它是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ObjectID 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老长 一刷的这样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它是这样一个16进入的数字 然后呢 它的意义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意义呢 是这个样子的哈 那么刚刚呢 我们不仅给大家讲了 ObjectID是什么样子的 ObjectID怎么来的 对吧 我们还给大家讲了什么呀 如何插入一条数据 对不对 那么再来插入一个 那db.test1000 点insert 也是一个字典 那么这里呢 大家还需要注意另外一点 什么呢 我们虽然说在Pathin里面呢 我们说 我们插入一个字典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终端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 它其实是个解键对吧 那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这个前面的键呢 前面键呢 其实没有必要打引号的 明白吗 比如说我们要插入 这个name等于小红 然后呢 a几等于18 给这样来写 这也能插成功 然后db.test1000 再翻译点 这是不是插入里面所有数据的 现在是不是应该有两条啊 因为我们刚刚插入了一条 这又插入了一条 是两条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个简单的增量呢 大家看一下后面的效果 简单的增量效果 比如它是16级的 所以说 就之后呢 就是a对不对 这个插入数据呢 就是如此的简单 就是如此的简单 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 对吧 insert就可以插入 这个方法 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然后呢 可插入相关呢 还有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save save呢 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插入数据进去 但是会怎么样呢 就是说 如果文档id 已经存在了 它就会修改 对于这样一个id 如果不存在了 那么它就会新加一条数据进去 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会根据这个-id呢 再判断一下 当前我们要插入数据 是否已经存在了 如果存在了 它就会更新并的值 如果不存在的话 它就会新插入一条值 那比如说 我们刚刚呢 在通过这种方式呢 是不是能够插入数据啊 那么我们加一个-id 这个参数 -id 比如说我们等于 10010 小钢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它叫小钢 然后呢 age呢 是30 然后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三条值在里面啊 然后我们dbtest 1000.c5 我们先insert吧 insert 比如说 还是这个-id 10010 然后呢 name 小钢 然后呢 age 40 我们现在要重新插一个-id 对于10010 这样的数据 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它提出我们 error 对不对 downclick的k 什么意思呢 键重复了 对不对 为什么键重复了呢 因为刚刚我们有了一个-id 对于10010 你再插入一个-id 对于100 这插不进去了 那通过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id是什么呀 是唯一的 对不对 mancdb呢 通过它来保证文档的唯一性 所以它下面可以是 理解为一个主件 之类的 对不对 或者说理解为一个所以 它是唯一的 那当然 当我们使用save的时候 这个情况就变了 我们看一下save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时候呢 它提出我们red result unmasked 批评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unmodified 调整的修改的 有一个结果 这个调整修改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tb.test 以前 点find 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 现在age变成什么样 变成40了对不对 我们前面一次插的时候 age是不是30 后一次插的时候 age才是40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它更新的 这样一个id为1010的对应的结果 对不对 把age呢 从30更新到了40 这就是save和insert的区别 大家发现了吗 insert如果说id相同的话 插不进去 会报错 那么使用save的话呢 它会更新对应的值 对不对 这个地方能明白吗 刚刚给大家讲的是 我们增长开扎 这个最简单的方法里面呢 这样一个增加的操作 对不对 就是我们插入的操作 那么这是我们d07 增点.md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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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那么 我们还有那个叫什么呢 叫db.collection.save 对吧 save的时候呢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可以能够插入数据 那么-id如果存在了 会更新对吧 就这样子 是刚刚所讲的这样一个插入数据的 这样的操作 那么增删改查 对吧 查询我们也说了 就是find非常简单 db加上集合门能够查找 当前这个集合下面所有数据 对吧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 还有更新对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更新的操作 那么更新呢 也非常简单 就是db加上集合门加上update的提论 我们要更新哪个税库下面的 哪个集合下面的哪些数据 所以说在更新里面呢 我们首先需要的制定是呢 更新条件 这更新条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到底要更新什么样的数据 那当然这个条件不写的话呢 我们就更新当前的文档 下面所有数据了 对吧 那很多数据我们是会写的 然后后面呢 再写什么呢 就是更新之后的内容 我们要把前面数据 更新横成什么样子了 那么后面还可以写什么呢 写multi multi是什么意思呢 默认情况下 它只会更新一条 当我们把multi的这个地方 周围出了数据呢 它会更新整个文档下面 所有的满足前面这个条件的内容 那么下面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db.test1000.update update什么呢 我们要把name为小王的这样一个内容呢 更新成name等于小兆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 哪个地方会变呀 是不是这条系统会变呀 因为查找的是这条系统会变 name为小王的 对吧 大家也可以发现 在我们的multi.tb里面 所有的操作都会包裹在这样的dubware里面 都会包裹在dubware里面 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更新也是一样 这是条件 然后呢 就是修改之后的内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选 它是要修改这一条 对不对 那这条修改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么变成小兆 A级的 我们来看一下 nmulti对于1 对不对 db.test 1 发现了吗 是不是跟前的name都跟于小王的呀 把它变成小兆 对不对 但是呢 A级不见了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update 它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像这样方式去写的话呢 它就会把满足这个条件内容呢 替换成后面内容发现出来 就是替换 对不对 把当前这条数据呢 全部内容呢 都会替换成这个点样子 对不对 A级就消失了 对吧 那这不是我们想象的 我们仅仅只想 把这个名字换一下 A级我们还要保留呀 对不对 那下面呢 我们得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自 打到这个样子 就是db.test1000 update update什么呢 也是和这些一样 内容我们现在要把小红的 这样的名字 然后它替换成什么样子呢 把它的名字呢 替换成小张 对吧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需要使用dollarset dollarset表示什么呢 它可以指定一个键 变成一个值 指定一个键和一个值 什么意思呢 它在配合update的一些使用的时候 就是把对应的键 撤成为对应的值 dollarset 我们后面也是一样的 冒号打成括号 冒号打括号就是写什么呢 我们要把name呢 细换成 小张 可以这样写 那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 也就是提出我们mordify对一 我们再来翻译一下 这个时候 name是变成了 小张了呀 但是A级还在 对不对 这才让我们想到 对吧 所以后续呢 当我们需要更新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使用下面这种操作 使用dollarset来操作 明白吗 我们不能使用上面这个操作 上面这个操作呢 它会干什么呢 它会把我们这样一个结果呢 替换成旁边的内容 对吧 这个替换的意思是能够理解吗 写一下mangodb的更新 操作 一个是这样的内容 然后呢 一个是我们这个地方写的这个内容 写下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干什么呢 这个内容呢 是把name为小王的数据 替换为 是不是替换为他了呀 替换为他 那下面这个操作是干什么的 下面这个操作呢 是把name为小王的数据呢 name对应的值呢 更新为 什么呀 小张 name的值 更新为 小张 这个地方可以明白吗 把name为小张的值呢 替换 更新成 更新成小张 它们两个区别 而后面这个呢 我会用到更多一些 就这个样子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刚才说了 后面还可以添加一个参数 对吧 这个参数叫什么呢 叫做multi 对不对 multi这个参数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我们可以更改多条 就某种情况下 它只会更新一条 对不对 那么我在看这个现象呢 我们可以做一下演示 那刚刚呢 我们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我们可以多添加一些数据 我们再insert一条 怎么呢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复制过去 还有一个小张的 小写个大括号 再插入一个name叫小张的 040 再插入一个22 再插一个18 然后db.test1000 点find的 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好几个名字 都叫小张呀 有三个名字都叫小张 四个名字都叫小张 对不对 那么db.test1000 点update 然后我们要把什么呢 要把name为小张的 更新成什么呀 更新成 什么downset 把它的名字呢 更新成什么呢 更新成小红 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我没有写秒题 对不对 如果它会更新全部的话 那全部都变成小红了 对吧 我们不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是否我写错了 小张 小红 小红 这地方其实我们nmolify等于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是不是这个变成小红了 之前这个还是小张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变了 对吧 那么就是呢 我们再来填下一个参数 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multi等于true multi 然后true的话呢 也是需要小写 你需要注意的 true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的 那么如果说它真的能够全部更新的话 是不是这几个次段都变成小红了 那我们回头看一下结果 其实我们nmolify等于3对吧 这说明什么呢 都已经全部更新了 所以这个是这个地方呢 关于它multi等于true的这个效果 我们把这个也复了过去 然后呢这个做的事情呢 是做的事情呢 是 使用它 达到 更新多条的目的 那当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可能同学想 那前面我们说 使用这种方式是替换对不对 那替换就替换呗 那我们想把整个文档中 所有name给小红的内容呢 全部替换在后面这个内容 那可以吗 是不可以的哈 我们使用multi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必须是 work with donor operator 什么意思呢 multi这个参数呢 只有和doner操作符呢 一起才有效 否则的话是没有效果的 明白吧 所以在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用下面的软动 用的会更多一些 要么是更新一条 那么更新全部 那么使用dollar set 这样一个符号 那么这是更新对吧 那么说完更新呢 看最后 关于增加改弹里面的 还有一个删 对不对 就是删除 那删除呢 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们使用db加集合名 然后remove就可以了 remove 是不是就可以帮我们删了 就翻成中文 也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然后中间写什么呢 条件 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把它删掉 然后后面呢 写什么呢 就写我们是否删一条 还是删多条 在默认情况下 它是会把多条全部删掉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db.test 1000 点remove 然后呢 我们要把什么呢 把name等于小红呢 全部删掉 那么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 当然呢 小红是要打引号了 前面name不用打引号了 那如果说呢 我们在后面填一个参数 叫做什么呢 just1 等于tue和force 这种参数 然后答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 just1等于tue的时候呢 表示我们只删一条 那我们为了不让它先删 先全部删掉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删一个just1 然后呢 写上一个tue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只删一条 它正常情况下 如果只删一条的话 是不是会把这条删的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nremove的 对于e 刚刚这条是不是不见了呀 18这个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 现在呢 我们再重新删一下 不要这个just1了 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nremove的一删 对吧 我们再翻译一下 是不是没有了呀 三条对不对 只剩下这两条对不对 这个删除的操作 还是上次说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删除人它会 word的情况下 把整个文档里面 所有满足条件都给删掉 对不对 这里呢 我把这个呢 放到这里来 这是关于删除操作 删除这个样子 默认情况会删除 所有记录 满足条件 数据 那使用它呢 能够达到几三条的效果 只删除 一条的效果 就这个样子 这是关于 经常改查的操作 那么下面呢 给大家两分钟时间 大家自己造一些数据 来用一下 这个地方的经常改查 我来说 我来说